近日,在位于龙门石窟游船码头附近的伊和河道内,一块体型较大的菩萨石像在经过考古人员细心除去表层污泥后,露出了明显的人工开凿痕迹 石窟造像为何会在河道内出现?龙门石窟研究院历史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陆伟,结合龙门石窟的历史发展给出了答案 首先,历史上,伊和古代的河水非常大,它经常会在汛区发生伊水泛涨 历史上说的,开元十年的时候,龙门伊和泛涨,他就把咱们很著名的唐代的皇家寺院奉献寺,以及龙门还有一座千祖寺就冲毁了 另一方面,20世纪上半夜的时候,龙门石窟被开山取石,有些佛像它会被破坏,破坏也会扔到河道里头 然后经过千年或百十年的流动冲刷,会到下游来 千百年来,伊和水缓缓北去,净利于伊和岸边的龙门石窟,作为中国佛教石刻艺术宝库之一 截至目前,石窟现存有编号窟刊2345个,造像近11万余尊 未来,围绕伊和河道相关工程开展的石窟造像考古工作,也将成为龙门考古人持续关注的方向之一 我已经在伊和岸发现了四件文物了,这些丰富的造像对我们研究也非常有帮助 丰富我们龙门石窟的藏品,另外也是可以加深我们对龙门石窟造像的内涵的研究 包括它的变迁,破坏或者历史的研究 下一步,我们考古人会更多的关注伊和岸的工程和石窟 期待有更多的新发现